我高興帶領我們的捐助者和同事探訪簡報寨 今次行程我們見證到在一眾陪友會捐助者的支持下 受助社區的孩子包括陪友兒童成長計劃的受助兒童 到任為陪友會的項目和支援已得到上學讀書的機會 例如我們探訪了陪友會支持的一間幼稚園 了解家長對子女透過知識改變命運的期望 我們亦訪問了一間由陪友兒童成長計劃資助輕建的初衷 與校長和學生領袖身見面 了解學校透過特設的青年輔導室 支援學生在聖異生殖健康輔導上的需要 特別是支援女生越經知識和衛生管理所需 由於當地缺少合資格的初衷老師 而且很多老師會選擇留在大城市教書 令到偏遠農村地區的學校很難聘請到專科教師 尤其是化學和物理這些科目 有見及此陪友會推出了一個網課支援項目 令到農村地區的學生都能夠讓他學習不同的科目 有些家庭或者因為經濟困難 無法負擔學費令到子女無奈絕學 為了幫助失學的年輕人繼續追藏夢想 改善生活 陪友會透過為期三年的裝備技能 以邁向成功的項目 將他們聯繫到我們的職業訓練合作夥伴 學習到一技旁身後 他們就可以賺取生活費自力更新 例如自己開發營屋 又或者獲得私人企業的聘請 另外我們也來到一個非常偏遠的少數族裔社區 了解陪友會透過合作伙伴 向當地父母宣導同婚的和害 我們知道在柬埔寨大部分農村 同婚是習以為常的傳統 但我們也清楚知道 同婚對女生和男生都帶來很多傷害 所以陪友會和當地父母舉行定期會 提升他們對同婚和害的知識 我們還拜訪了當地原住民社區 不單只認識到少數族裔的生活方式 傳統舞蹈和音樂 都藉著這個難得的機會 和原住民家庭受助的孩子直地交流 聽到他們分享參加 陪友兒童成長計劃的種種得益 我們都大受感動和鼓募 最後我希望今次探訪之旅 不止給我們捐助者 也都令到看短片的你更深密地了解 陪友兒童成長計劃 如何切實地全面扶持小朋友 在社區裡學習、領導、決策和絕致成長 我們的目標已經達到 多謝您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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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